正反面几乎全碎 尤其四周边找更严重 连镜头也可见明显裂痕 这支iPhone15 Pro当初买47400元 没想到刚买三天就发生惨案 当时民众卢先生 25号下午六点多 将手机放置在手机架上导航 没想到喷飞酿悲剧 大概有找了一下 来回家那路段看一下 要等到找到手机的时候 应该是被后面被车子压过 机车 汽车 还有公车 真的好意外 原以为i15 Pro系列 换成钛金属比较耐摔 没想到却感觉比上一代更脆弱 加上没有买保险 想换整心机得再花2.1万元 所谓的倒角是指 萤幕的四周稍微高于边框 也因此通讯行业者建议 手机要尽量避免正面或边角着地 至于为何钛合金比较不耐摔 李华老师这样分析 虽然钛金属的硬度相对低 但因为轻巧还是有不少消费者喜爱 通讯行业者就建议可以换厚一点的手机壳 享受轻巧手感 同时也保护手机 区别新闻 舒坦比捷台北传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